中文有一句话 执行是道场 请问执行 是否就是 当下致持一具 阿弥陀佛的心 不是的 菩提心 尽宗 无量寿经上 三倍往生 这是说明 念佛往生 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他只说了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个当下致持一具 阿弥陀佛的心 这是 念佛 这是一项专念 要用菩提心 去一项专念 这就相应了 菩提心是什么心呢 就是知心 其心论里面讲知心 身心 大悲心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 至尘心 身心 发愿 回向心 这是菩提心 这个金愣 这个金愣合起来看呢 意思就更清楚了 执行是什么 真诚心 这么多年来 我在海外 讲今讲菩提心 为了大家方便起见 我把三心 菩提心是三个心 设成了五个心 大家好懂 菩提心的体 本体 是真诚心 这就是知心 知心是真诚心 菩提心自受用 自己受用的身心 身心 我用无量寿佛经 金提上的三句话 清净平等觉 清净心 平等心 正觉心 这是谁 自受用 你自己起心动念 要用这个心 用这个心去念佛 对待别人 慈悲心 慈悲心是他受用 真诚心 怎么对待别人呢 是大慈大悲 真诚心 怎么对待自己呢 是清净平等正觉 这个不要误会 这个真的是道场